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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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長好 補大的補大的 韓醫生學長好 妳好 學妹好 如果要拍法律劇 應該我來拍拍看 因為想要呼應 台灣的議題跟時事多一點 三本劇本 全部打掉 然後打掉重來 打掉重來 打掉重來 磨了實際稿吧 製作人把 腎都賣了 所以 對 謝謝她的支持 所以那個辦公室 是用腎換來的 對 我們要多關心她 對女神打臉的感覺是怎樣 爽 歡迎收看 娛樂鄉民 我是主持人鄭瑋伯 我是瑪莉 瑪莉妳知道最近台劇 不斷的有新的題材 推出了就是吸睛度越來越高 然後就接著接著就有 更多的這個戲劇其實出來了 那最近其實有一部以律政 就是這個法律司法 為題材 然後再進而去發展了 包含了推理啊 這些等多元類型的一個芯片 芯劇是不是也上映了 是 對 所以這一部叫做 最佳利益 讓我們歡迎 導演 最佳利益的導演 林立書導演 嗨 大家好 還有我剛剛問她說 我覺得她體脂率非常低的男主角 你問她你的體脂有8嗎 她說我不知道 她說我沒有體脂 對 她很fit 哈囉大家好 我是鍾丞翰 歡迎 其實你看喔 導演 什麼叫做最佳利益 最佳利益 顧名思義就是最佳利益 你說每個人解讀不一樣嗎 對 因為有的人可能要的是 司法上看起來的 譬如說加害者被處以一定的刑責 那有的人要的是 現實金錢上補償的利益 每個人在你的出發點 還有你身處當時當下的處境 你需要的不同 然後就會有不同的最佳利益 所以這個可能在法律上面的工房上面 或者是在被告 原告雙方當中 他們都會去爭取她的最佳利益 而在這樣的一個法庭的系統 司法的系統當中 他要搬上了台灣的這個電視影光幕 他究竟是一個怎麼樣新的樣貌呢 讓我們來看一下 你是什麼鬼屁律師啊你 律師就應該為當事人爭取最佳利益 有意見夠啊 陳柏妤不錯喔 才剛進公司就拉到愛你 帶他的是我手裡最好的律師 我是你的辯護律師 方真 方律是個很有實力的前輩 跟著他你會學到很多 一百萬 太貴了吧 沒有錢就去找法夫 我們律師不是為了賺錢 我們律師都一樣 只看勝訴率只看錢 打個折吧 平均 對你來說就是一個case 但對他來說印象到整個人生 你為什麼這麼冷血 這是我的場子 只一組好歡 你可以走了 我想要好好當個律師 如果你願意叫我會做得更好 其實我覺得這個片話其實非常緊湊 而且就直接勾出了勾勒了這樣的主題 其實這或許是一個挑戰 就是在台灣過去或許好像 是不是影視創作人才的背景養成 我們可能是從這個電影學校 或者是戲劇系 然後去養成的 所以挑戰司法法律這種職人題材的 就是過去是不是比較少一點 比較少 對 比較少 那這一次能夠您去導這樣的一個劇 是不是就是跟你本身的這個就是 學習背景有關 學長好 不大的不大的 韓醫生學長好 你好學妹好 可能有關 我覺得這個是 因緣劇足了 他就會完成 當我從法律工作 念法律 然後轉到這個行業的時候 你根本 除了 除了自己在看合約 自己在簽約的時候 是大家要注意什麼 對對對 之外你不會想過 呃 他有什麼發酵或可能 所以那時候沒有想說我要結合 我現在拍片 然後我以前所學 然後有個好像很熱情的夢想在裡面 沒有那樣子 一定會有 但是那個成分沒那麼大 就是想說 欸 如果要拍法律劇 應該我來拍拍看 嗯 然後剛好製作人 他也對於法律題材的東西一直想做 然後其實我們已經努力了好幾年 然後很幸運的 當然在那個月亮劇本的比賽當中 看到了這個劇本 然後跟兩位編劇 也是念法律的 然後我們一拍即合 然後就製作人堅持 然後我們就走下去了 那我記得那時候是不是劇本創作很艱辛 因為那時候看到劇本 一定是大綱跟只有幾集而已 但是雖然很喜歡那個劇本 但後來就我們打掉重練 對 我們因為想要呼應 台灣的議題跟時事多一點 然後讓每個案件有鬆有緊 然後所以把他當時比賽的三本劇本 全部打掉 然後打掉重來 打掉重來 打掉重來 大概磨了十幾稿吧 我覺得像導演剛才講到一個 我覺得最近蠻火紅的關鍵字 叫做因緣 你因緣劇組了 你就會來拍這樣的劇 那你就是因緣到 所以才會其實是電影人背景的 回過頭來拍電視 這個會有一些 除了因緣之外 你要怎麼樣調整 其實我最早是拍廣告 除了題材還有受眾不一樣 那做事還有講故事的ABC 那個順序是沒有差別的 然後當然這個挑戰是很巨大跟不一樣的 然後我非常感謝廣告圈跟電影圈給我的訓練 還有給我的一些栽培 這個對我在電視的創作 電視劇或影集的創作上 有很大的能量 甚至是在規格跟品質的要求 是不是也會更高一點 對 所以看到你旁邊這位男主角的顏值 我覺得也非常高 這高規格的要求嗎 連身高也很高 顏值也很高 當初是怎麼挑上陳翰 對 對 對 為什麼有含情默默的眼神看他 就帥嘛 就其實沒有別的就帥 就帥 男主角不開心 他想聽到一些更深層的 我們現在讓男主角發言 對啊 你不能只有帥 你要是比較你知道 看到看到多一點的 沒有其實我很膚淺 OK OK的 好啦我接受啦 畢竟至少還有帥嘛對不對 導演沒有很膚淺啊 導演在那個場景的講究很誇張耶 因為是在新北市的板橋嘛 然後那邊離我家很近 所以像第一集 男主角在奔跑那個路線 都是我很常逛街的路線 你會幻想回家的時候 有遇到這麼帥的人奔跑過來 沒有我心想說在那邊要小心 有人會搶劫 但是你就看那個大樓很熟 你心想說 那裡面有這樣的辦公室嗎 我怎麼沒有印象 我說那裡面到底是什麼 我沒有注意過 製作人把聖都賣了 所以 對 謝謝他的支持 所以那個辦公室是用聖換來的 對 我們要多關心他 哈哈哈哈 然後 其實程翰是因為 他跟男主角 柏雲的角色有一個 蠻接近的特質 就是有一種熱血的偏執 甚至偏執到有一點點 暴力傾向 柏雲你要說有點偏執到有點傻傻的感覺 傻是偏執的傻 然後但是因為偏執到某個程度 他的反轉跟那個力量出來 就會讓你覺得 其實你會怕 其實你會怕他 但是他又是隨時能夠把那個熱血 跟善良的一面抓回來 但是當他遇到一些挫折 或者是偏執到一個極限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那個 有一點暴力的 超過那個臨界點了嗎 偏執到你不曉得要怎麼 踩紗車 會過頭 這個衝撞的時候會過頭 我們先回到這個 要參演這部戲的一個基本功來講 對 你要其實法條 作為一個你要 一到鏡頭前面 就讓人家相信你是這個角色 你之前做了多少的準備 對 因為其實我很少 雖然我有很多律師同學 但我從來沒有看到這麼帥的 其實我覺得因為 戲裡面柏雲他一開始 他其實他不是律師 他是一個實習生 而且他其實是一個運動員 然後因為受傷的關係 他想要把這一份熱忱 這份能量轉化到另外一個職場上 可以去幫助更多的人 那他堅持不放棄的精神 就一直呈現是在 他運動員生活當中 會呈現的那一塊熱血跟執著不放棄 那轉化到 律師這一塊職業上面的時候 他希望可以有更多弱勢團體 或者是沒有辦法伸張正義的人 他可以去幫助他 那其實他有一個家庭背景 是非常正義的家庭背景 他是從小是爺爺奶奶帶大的 然後爺爺是刑警 而且是一個不願意升官的刑警 破獲了很多大宗的刑案 所以爺爺教導他正義 要如何伸張 奶奶告訴他人性本善 他在他從小到大就生長在一個 這個世界沒有壞人 這世界是很美好的 當有壞人的時候 我都必須要去把他抓起來 他從小生長的背景就是這樣 那做的功課 其實我覺得菜鳥還是要有 我覺得難就一定要難在是 你一定要怎麼樣讓人家看到你兩個眼睛在生活 然後你是很有 你很有熱情 有熱情有熱情 然後你永遠知道你的初衷是什麼 只會 菜鳥階段一定會非常明顯 但是經過了歷練以後 你的人可能因為職場的關係 可能因為這個社會 你會開始懂得要怎麼樣去 學習真正做人 或職場上面發生的這些職場道理 那你就會 開始抽離你自己原本的那個熱情 你容易被交襲 裡面的柏雲他會一直不斷的被他的指導律師 潑水 打臉 你說天心嗎 對 被女神打臉的感覺怎麼樣 爽 爽 我們的那個CG攝影師叫陳柏雲 對大家 大家注意看背後的那個工作人員名單 這是偶然還是刻意 其實一開始是 我們針對幾個角色 主要角色去設計不同的鏡頭 代表 你用什麼觀點去看這樣的人 那 在柏雲這裡就有一些 就是譬如他在奔跑的那個特寫 就是希望那個律動是跟他同步 而且是一種奇異的 然後 後來拍著拍著有一場戲是 哪一場戲開始忘 然後就是想說他太高了 然後想要試試看 自己的主觀自己拍 對 所以後面只要是他的主觀 對 都讓他拍 你就是意思就是 全部 黃云可以笑一個 就是你可以笑 而且是發自內心的笑 你會私底下也跟天心姐 一直講這句話嗎 你也可以笑一個 你也可以笑一個 你這樣我不是揍嗎 他真的超棒 他就是超棒 他私底下非常非常隨和 然後開玩笑什麼的 聚在一起搭黃腔 他都要湊過來 就很好玩 後來拍著拍著 有一場戲是 哪一場戲開始忘 然後就是想說 他太高了 然後想要試試看 自己的主觀自己拍 所以後面只要是他的主觀 對 都讓他拍 你就是意思就是 對他的主觀 男主角自己扛camera 對 自己拍 邊拍邊演 就是跟我演 你一份薪水 他要繳學費的 對 他要繳學費 他要繳學費的 所以不只是多拿酬勞 海北要付學費 才能夠擁有如此殊榮 開發事業迪爾春 對 他第一次跟我說 好啦 陳柏雲去熱身 我說熱身要幹嘛 你等一下自己背機器 我說你在跟我開什麼玩笑 他沒有視線跟你溝通嗎 當天就叫你直接來 對 他說你就去拍 他覺得因為柏雲的視角 你最清楚知道戲要怎麼拍 跟我演對手這個人 我的眼球是看你哪裡 是 說到哪裡 這一切都非常清楚 那我說那好吧 那那個跟教師麻煩要更準一點 因為 對 但是其實 跟教師也都看得清楚 剛才戲發生什麼事情 那所以我的機器會怎麼Follow 我覺得也很有趣啦 當然我覺得 拿著鏡頭 應該說扛著機器 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真的很有趣 因為我必須邊做表演 邊對詞 但是我必須 我上一part 是做什麼事情 我都機器都會Follow一遍 可能我在看他手 或者是看他眼睛 這一切 然後或者是我剛剛有嚇到 我會拿著機器一起往後 要同步 都同步 所以在工作人員名單當中 你也可以放在攝影 這邊有個欄位 然後給我忠誠看這樣 沒有 他有問過我啦 他說陳柏雲 他說要你的名字還是陳柏雲 我說你決定就好了 我就對 所以也是一個我覺得很棒的體驗啦 雖然也凸顯了 台灣影視圈真的很辛苦 就是 一個人真的要做非常多的工作 除此之外 你要面臨到這樣 這麼大的考驗跟收穫 其實好像在其他 甚至是臨時演員 都要受到很嚴格的訓練 對 其實臨演在 因為我們的 他就是便當成跟兩千塊 你還想到他怎麼樣 我覺得來 如果大家能一起成長 是最好的 你看跟你 這樣繳學費是不謀而合 我覺得他是一個宗教的傳道者 他用非常好的一種熱血 去引領了大家去做很多 超越他本來應該做的事情 而且我覺得導演 導演他 其實我們在拍攝的時候 我們是不會分 導演 導演是用關節是要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他不會分說 譬如說靈演啊主演還什麼的 大家就是在同一場戲裡面 甚至這個靈演可能他 原本都沒有畫 但他會給他畫講 他會讓他說話融入我們 但萬一你臨時給靈演加畫 結果他一直NG 一直NG怎麼辦 通常不會太長 喔 不是我想像中那樣子 那我們就知道那個 能不能培養出下一位演員了 對 所以你說靈演的特訓包含什麼 靈演的特訓就是 因為我們的拍攝方式 是很多時候 譬如說我們針對天心的設計 是黏著他 跟著動作 要展現天心的 應該是方針不是天心 的俐落 俐落感 然後還有他這個人的性格 所以常常就是他對戲的人 我們就一直跟一直跟 他停我們停 他走我們走 他轉身我們轉身 所以幾乎是360度在玩 然後後面的群演們就要配合 然後有這個 現在講好像會爆雷 有點緊張 有一場戲非常好玩 好好說製作人在看喔 對非常非常非常好玩 在法庭裡面 然後有一點點 鏡頭語言的Magic 但是本來我的想像是 大概要拍個十幾次 因為我們那個 演練完之後拍了四次 四五次吧 就搞定 但是其實對於群演的調度 跟群演本身的配合 我們還蠻開心的 那天其實大家 每一個演員包含群演 都玩得蠻開心 所以這個場景 現在講得很玄 到時候我看到 我就知道導演說的是這一幕 會很明顯 在法庭內一定知道 這一部片 這個戲劇你還邀請了 包含了金鐘金馬的 這些得主有二十位的大咖 你怎麼樣的去擺平這些大牌們 我們打電話給製作人 你的意思就是 是製作人搞定的意思 是這樣的 就是我們都共同努力 擬了一個名單說 誰演誰誰演誰會好玩 然後我們希望來的目的就是反差 反差就是 以前沒有這樣的形象演出過的 然後都讓他這樣的形象 然後反差之後 再來就是我們對劇本有信心 所以他們當看到劇本跟角色的時候 其實是很有興趣的 所以配合度跟大家在一起創造的時候 是很好玩的 這一次像丞翰是第二次嗎 跟天心姐合作 第二次 這兩次的火花有什麼樣不同 這一次的火花會稍微的大一點 他給了我很多能量 重點是 一般可能因為他有很多經驗 所以我們每一場戲 其實我們會溝通 還有包括導演 我們都會一起討論 你又不是到私下 私下也有啦 私下就是他會先說 他可能會看到一些東西 他會來問我說 我們等一下要不要這樣子做 這樣玩 會不會比較 就是以可能方針跟陳柏雲的立場下去 去做討論 那這一次的合作非常開心 尤其跟天心姐他 我覺得尤其是他演方綠 他怎麼樣去把這個女強人 然後其實他內心其實是很火熱的 詮釋非常好 然後他的立體度 就完全呈現在陳柏雲的面前 有沒有哪一場戲是他爆發出來的情感 有讓你嚇到 其實他 其實他戲裡面對陳柏雲 他不會彰顯出任何的情感 他不會讓你看到太多 屬於他想要流露出來的情感 他會自己一個人回到自己的空間裡面去做 可能覺得是不是哪裡 覺得不舒服 或者是 其實在意 然後裝得不在意 所以就像是 就是陳柏雲其實會很想要跟他說的一句話 會是 呃房綠你可以笑一個嗎 就是你可以笑 而且是發自內心的笑 對 你會私底下也跟天心姐一直講這句話嗎 你也可以笑一個 你也可以笑一個 你笑一個什麼 你這樣我被揍嗎 再多多提一下天心姐 他真的超棒 他就是超棒 他私底下非常非常隨和 然後開玩笑什麼的 然後就是聚在一起搭黃腔 他都要湊過來 就很好玩 女神 對 連結 對 他在現場 他不但會跟對手的演員 後輩 其實對他來講 他不把他們當後輩 他覺得就是大家一起創作 然後他完全就是用一個很平等很開放的態度 在討論戲 然後非常接納別人的意見 也很勇於給別人意見 他甚至於群演 在旁邊的群演很緊 因為跟天心在旁邊他一定會緊張 或者是那個效果沒有出來 我常常要過去講的時候 我的耳機就聽到 天心姐已經把一切事情都處理完了 哇 他是等於是現場導演的概念 他真的很棒 他真的很棒 而且跟我想要的東西非常接近 然後我最佩服的是 像陳漢他有熱情 他很熱 業界都知道 那沒想到天心也是這麼熱的一個人 就是他到了現場就是樂於這個工作 然後非常享受這個工作 而且積極的投入 這件事情讓我覺得非常不可思議 剛剛這段一定要剪下來給天心姐看的 然後不斷的repeat剪成短視頻 很感動 然後今天所有的訪問就只有這一段 OK 可是你跟他其實所謂的搭檔 在互動當中你怎麼丟球 怎麼樣有什麼火花 有沒有讓你印象深刻 我覺得因為天心姐眼睛裡面會有東西 我們都各自在角色裡面的時候 其實第二集在播那個直播主跳樓 後來身亡這件事情 我們彼此都不會設定說 我這場戲一定要怎麼做 是你的情緒的當下應該會有什麼反應 對 然後那場戲大家都非常滿滿的情緒 包括他最後 因為我其實是有一點 甚至於生氣到有點 其實瀕嚕崩潰的 那天心姐她給我的是 我覺得她給我的那個拍子非常的重 但是我完全可以接受到 她是 她的那股氣其實很想起來 但是她是壓住告訴你說她自己都放棄自己了 是沒有人可以救她的 那個力道其實不是說 我今天我是主管 然後你怎麼可以凶我 然後去把她凶回來不是 她是要用一種 我實在也不知道該怎麼形容 她就是有一個氣場 然後把我這句話 讓我把剛才所有對她說的話全部吞回去 所以在現場就會有這種 可能原本劇本上面沒有設定 但是讓你很驚喜的這種情況發生 然後這個角色你不要管其他的事情 就是在這個角色的當下 你蹦出了什麼東西 最好的我們就收 然後覺得還需要調整 或者是這可能離你的角色太遠太近 這個我們都會討論 然後可能一次完之後 已經很好了 然後貪心嘛 人都是這樣 可以再來一個不一樣的 就是可能讓他們分開 然後把情緒緩一緩 再回來試試看 你是不是真的有去 日式事務所裡面實習 對 我去裡面 沒有問老鳥 菜鳥他們一路以來的 對 甚就是看他們怎麼在處理 比如說行政上面怎麼處理 或者是在用案件也好 他們需要什麼幫忙 那這些自身律師 他下面的帶的人 那這些實習生大概什麼樣子說好的方式 跟他怎麼樣去對律師 就真的在 正在處理案件的律師說的話 對 有去就去觀察 你觀察了也實習了 那其實這些律師他所專長的 可能是有些人是刑法 有些人是民法 有些是企業併購 引以來講哪一個領域 讓你覺得是最有興趣的 但是有些哪一個領域讓你覺得 真的好難 收錢的就不是幫助 是提供服務 那個不收錢又拼命去做的 那個是神不是人 我覺得那個滿好的 就是對於職場的新鮮人 跟整個職場生態 老闆講的那一句話 靠關係也是一種實力喔 對 這個真的深得我心 而且滿真實的 是啊 如果有後門可以走 好 這些自身律師 他下面的帶的人 那這些實習生 大概什麼樣子說好的方式 跟他怎麼樣去對律師 就真的在 正在處理案件的律師說的話 對 有去就去觀察 你觀察了也實習了 那其實這些律師他所專長的 可能是有些人是刑罰 有些人是民法 有些是企業併購 以你來講哪一個領域 讓你覺得是最有興趣的 但是有些哪一個領域 讓你覺得真的好難 我覺得企業的 企業的其實很多 很多它裡面的條文 我覺得是比較 稍微會稍微難一點 因為其實對於律師來說 我覺得他們很多東西 希望是可以用和解的方式去做 不一定是要打官司 因為打官司要耗的時間太長了 真的太長了 然後在觀察 跟幾個律師聊天的過程當中 我說你們 你們覺得開庭 是一個很麻煩或者要很長時間的事嗎 他說沒有 他們所有準備的工作是非常隆長的 開庭一下就結束了 但是他要去做的準備工作 非常的長 他可能就是一直待在辦公室裡面 沒日沒夜的就在做這一些 柱狀也好 或者是他要找出什麼 找出什麼癥結點是可以讓他去工房的 剛轉過來的觀眾 會不會我們真的在聊 關於就是是一個菜鳥律師 分享他的心路歷程 不是我們在宣傳新的戲劇 就是最佳利益 我覺得他 他真的非常投入啊 對啊 所以其實過 我們回過頭來 你看這個是職人劇 然後又講到了這個公斗 或者是可能這樣的一個社會寫實 智商寫實的片 很多的嗆辣的台詞 就可能必須要出現 或者是金劇就會被剪出來 這是一個集體創作的過程 還是導演你內心本來就有很多的OS 想要透過這個劇 然後表現出來 我覺得金劇的部分是編劇 他們偶心力學 然後我們討論完之後 我們有說什麼東西一定要保留 什麼東西是可以怎麼改 然後討論的結果 然後其實演員們看完這些 他們自己的台詞也滿有感的 在這個角色裡面 然後我覺得兩位編劇真的是非常棒 棒棒棒 如果現在突然講出一個金劇 導演自己這部戲 你有印象深刻的嗎 最經典的就是第一集的開幕啊 結果我們講的 律師 律師就是要為當事人爭取最佳的意義 也包含我自己 對這個很經典 還有那個什麼 甲之蜜蜜糖 乙之披霜 對就是很多話 很多經典的都在 方律身上會說出來還有老闆 老闆 對 老闆也會說出一些 一些很語出驚人 但是卻非常有道理的 像是收錢的就不是幫助 是提供服務 那個不收錢又拼命去做的 那個是神不是人 我覺得那個滿好的 就是對於職場的新鮮人 跟整個職場的生態 老闆講的那一句話 就是 靠關係也是一種實力喔 對 這個真的深得我心 而且滿真實的 是啊 如果有後門可以走 對啊 是啊 你覺得丟臉 那就把臉找回來啊 那也是一種實力 確實 所以某種程度我覺得 他的這個台詞 不只是吸睛 而且是真實 是 其實我們是公鬥劇 有 有這個感覺 是 導演會很care就是 你知道觀眾的評價 他們的心得 他們的反應跟回饋嗎 當然會 這是會因此受傷嗎 受傷倒不會 我臉皮比較厚 然後 我其實也有跟製作人討論 我覺得 什麼 覺得什麼 覺得什麼 但是不會因為 我覺得觀眾給我們的批評指教 或者是讚美鼓勵 我們都 做 繼續創作的動力跟 學習 但是我在從中學到一件事滿好的 就是 這更讓我自己思考就是 我們與觀眾的距離 這個很重要 這個很重要 因為我們每次拍片都花了很大的資源 那希望更多的觀眾看到 我們不是要去媚俗或討好觀眾 而是希望觀眾能夠更有感 那到底我做到了多少 我們做到了多少 我們之後還可以進步的空間有多少 那個東西對我是還蠻重要的 就到讓觀眾有感 像之前 我自己想像 可能導演壓力有部分是在於 我們與二之後 可能大家對那個劇的那個期待 會拉得非常高 然後我們與二可能還要談Face 還要談去標籤畫 那像最佳利益 導演有特別想要 希望大家可以發現的議題有哪些嗎 我先講最佳利益在與二之後 其實 我真的沒有壓力 因為我非常開心 與二拍得這麼好 然後製作品質 尤其是那製作品質還有 這樣的劇本能夠被呈現 然後這樣的製作品質 能夠達到這個劇本之上的要求 就告訴我們本來就應該這樣做 他 他別人說他們為台灣電視社的高標 我覺得是為台灣電視社的最基礎的地標 那這是非常好的事情 就是終於我們只要把事情做到最好 任何議題大眾是接受的 然後那個開啟對話跟創作的多元性 這個社會會更好的 你看一個戲劇作品很容易 讓社會討論進了可能改變撼動 這是非常好的 像這一次他們就對於修復性司法 大家又重新的 討論起來 正式了一次 這個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然後最佳利益其實 我想做的是比較偶像劇 比較通俗偶像劇 說到偶像劇你看其實我們從美劇我們有看到這些像我包含了吳釗律師 對 甚至更早一些我們這個年代的像Hero 對有好多好多的這種 你講到年代的你就笑了 日劇Hero嗎 蛤我們是落成法王 落成法王 哇 所以說像這些的 跟過去有這些不管是偶像劇也好 就是這些海外的 到了你們這次拍 有沒有你自己想像的所謂的偶像劇 又要跟職人混合的這個型 沒有耶 其實這個問題我們也在思考 我們看了很多的參考案例 很多reference 可是我們最後決定要做一個 台式原創 但是我們希望那個原創的節奏感要快 我們案件可能真實的也無法討論的這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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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去 那在節奏上面會被犧牲掉 我們想要做的是透過各個大小案件的交替交互 人物的成長 菜鳥老鳥 律師 當事人 加害者 被害者 法官 檢察官 然後去 還有社會輿論 去看到 一個事情不是只有你看到的那個面向 每個人對於一個事情都要去爭取最佳利益 可是真的面向是這樣嗎 我們就可以這麼輕易的下判斷嗎 對 如果看完這個戲 大家有這樣的感覺 有這樣的 停下來思考一拍 當你下一次要講話 要做出判斷 要在網路上 下判斷 或者要定一個人的生死的時候 你是不是因為看了這個戲能夠 收回來 緩一下 緩一下 多了解一些事情的面向 或者是同理心 對 這樣子其實我們 對 當初的原意就有達到 而且我覺得 相較於可能海外的這些劇集 台灣可能是更注重人情味的 所以可能從你們的表現上就是 多注入了台式的人情味在你們的作品上面 對 所以其實回過頭來看 這些年台灣慢慢慢慢的 可是一些這個職人劇 開始抬頭了 你說從 麻醉風暴開始 然後後來也有監視英雄 然後一直到了 出境事務所 對 越來越多元 其實 你們兩位的職業是 導演 演員 模特兒 可是可以透過戲劇去思考 跟進入到另外一個角色 如果現在給你們選擇 你還想要挑戰哪個行業 其實我有印象深刻 有一部戲叫做 《Police大人》 是 那我覺得 警察這個行業其實是我還蠻想要去 去穿穿看的 然後《Police大人》那時候 我就有看到這一些 警察這個職業的辛苦 然後跟他裡面 底層的一些 不管在這個警戒裡面怎麼服務 或者是職場上面 但是現在想起來會覺得說 每一個職人劇也好 或者是 你的職場會發生的事情 其實很相向 或許對觀眾來說 可能是公鬥 但 這一些是必經過程 因為 你在職場裡面發生的事情 你必須也要發生這件事情 你才有辦法成長 你才會看到更多 不同面向的東西 因為還有很多時候 還有很多時候是 法律的職人劇這個事情 是牽扯到很多是立場 跟你怎麼樣去看 看待這件事情 所以不一樣 那《Police大人》 是我一直覺得印象蠻深刻的 一部電視劇 然後也是我覺得 警察這個行業 也是你想要嘗試的 我覺得可以試試看 警政署找到最佳代言人 其實我現在看你的形象 我完全就覺得 這麼沒有違和感 你就是啊 而且我覺得他可以從那個特警啊 或者是那個維安特勤中隊 就演的那種很帥的 SWAT 對 警政署代言人 而且這一次最佳 歡迎教我 最佳麗它是一個故事一個故事 算是 它算是一集 類單元 類單元劇 其實我覺得 我一直很期待這樣的劇多一點 但台灣就是比較少 法庭系裡面的工房站 就是要站起來拍桌子 然後去質問 我有意義 其實呢 台灣的法庭其實非常無聊的 跟電視上看的不一樣 不一樣 所以沒有人拍桌 站起來審判長會叫你說 欸 《霍律師大人》 是我一直覺得印象蠻深刻的 一部電視劇 然後 你警察這個行業 對 我覺得 可以試試看 警政署找到最佳代言人 其實我現在看你的形象 那我完全就覺得這麼沒有違和感 你就是啊 而且我覺得它可以從那個特警啊 或者是那個維安特勤中隊 就演的那種很帥的 SWAT 對 警政署代言人 歡迎找我 最佳麗它是一個故事一個故事 算是 它算是一集 類單元 類單元劇 其實我覺得 我一直很期待這樣的劇多一點 但台灣就是比較少 它當然有它的挑戰 就是對於黏著度 因為不是跟著 是靠按鍵 那這個黏著度本來就是個挑戰 但是 我們就是在做這個嘗試 然後希望這樣的挑戰 能跟觀眾溝通 觀眾能接受 對 那至於職人的話 其實 太多行業好玩了 然後每個行業 有每個行業的心酸 各種道理 還有每個 那太好玩了 然後 呃 我覺得 可能 對於 再來一些 殯葬業 嗯 之前在出鏡的時候 其實有已經觸碰到這個行業 對 殯葬業的話 它其實分得很細 有好多塊 然後其實 因為 你想想看一個去看近生死的行業 譬如說一個 殯儀館的接體員 他每天看到這樣進進出出 生的 來 然後 來探望 每個牌位 每個遺體 每個大體 他的背後 他的未來 他的身後 那些故事真的是 我覺得會蠻有趣的 有這麼多的這些職場題材 可以去挖掘 但是其實回過頭來 有一個很現實的就是收視力 跟廣告冠名這些事情 可能好像在台灣是不是偶像 跟本土劇 甚至是長壽本土劇 都在這些比較商業面上面 好像還是能夠獲得更多的最佳利益 那怎麼樣的 你們去看說 那你的 你們現在想做的作品 怎麼樣的能夠去 爭取更多的商業 最佳利益 對 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就 冰葬業找冰葬業贈助 滿有商業的 是不是 對 然後 生命事業其實蠻大的 對 他們應該 可以好好挖掘那一塊藍海 其實有時候我覺得最最 就是其實在日本 在韓國 種植人劇非常非常的多 然後在台灣的話題度其實也很高 台灣的觀眾是很買單的 可是 就相較之 我們其實會很常收看這樣的戲劇 但台灣做的還是很 很 要講很慢嗎 或是還是很少的感覺 就是 讓我一直覺得很可惜 因為 我就覺得台灣沒有這個能力可以做 一波接一波 對 可是我們不是一波接波很擠 就覺得好像又一出來了 然後又一出來了這樣子 我覺得應該 應該這麼說 台灣的 這樣題材的職人劇跟 可能韓國美國 就是不同國家類型的 我們的風格一定就會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風土民情不一樣 然後接觸到 如果是以律政來說 我們的議題的東西也不同 然後跟裡面的法律的相關係 所謂的 不管是 判刑後出來或是什麼樣子 包括法庭 我們全部都不一樣 那可能觀眾熟知的 可能就覺得說 法庭戲裡面的工房站 就是要站起來拍桌子 然後去質問或什麼 表演 對 那個表演性質很大 其實呢 台灣的髮型其實非常無聊的 你坐在那邊 跟電視上看的不一樣 不一樣 所以沒有人拍桌 也不會有人站起來 站起來 站起來 請坐下 對 不是電視在拍的 一定有 這種情況一定有 一定有人比較激動 一定有人 然後一定有例外的狀況 但是 畢竟那是例外 對 這些都合乎這個 實情但是是例外 回答剛剛那個問題 就是 我覺得 從今年開始看 我覺得 您剛剛 顧慮的問題 可能就會被消除 我覺得 重點是 要做出一部 接著一部 接著一部 接著一部的好作品 累積了之後 觀眾買單了 投資者才有信心 電視台才有信心 贊助商才有信心 廣告主才有信心 才會有更大的能量 然後甚至 從業人員會更有信心的進來 投入 那 這是 變成良性循環 所以我覺得 今年蠻好的 蠻開心 就開始可以值得 期待起飛的一年 對 我突然有點好奇 像陳翰你演的這個之後 你有回去好好看過 自己的經濟合約的那些 上面的細節嗎 就是 我好像沒有追到 法律的sense更深厚 我以後就拿給他看就好啦 對齁 就給導演看就好啦 其實 其實我覺得 合約還是在一個信任啦 如果不信任或者是 可是人都是 有時候今年我信任你 我命 要小心啦 要小心是真的 要小心是真的 那個合約可以 重新審核一下 沒有 合約有些時候是防君子 不防笑人 或者是 他只是一種怎麼講 最後的一個底線 對 那回過頭來就是說 不只是台灣電影 台灣戲劇在近年的宣傳上面 也推陳出新 有很多新的策略跟招式 我們宇二連應思聰 每一個角色都有 他們為他設了一個臉書帳號 然後會發文什麼的 像陳柏雲有設一個 就是你知道菜鳥很努力的 沒有 學睿有啊 林學睿我們就是 楊明威在裡面的角色 他也有他自己的 粉磚 粉磚 他自己主動去弄的嗎 當然是美術會先幫他設立 就是角色需要 角色需要 對我覺得是 每一個 當然也是行銷策略啦 可是 每一個角色上面 有的時候說不定 他是需要到 用到臉書這件事情 那就會去做 但確實啊 有看到他們 每一個人去設立這件事情 確實也是蠻符合現在 譬如說年輕人會使用 這確實是一個行銷策略 我覺得應該是媒介的改變 行動科技的進步 媒介的改變 然後讓宣傳成本降低 就是在這一塊 不是總預算 總預算一定要越來越高 更複雜 因為他操作更複雜 你需要 觀眾需要推陳初心 跟花招越來越多 所以他的總預算 應該是越來越高 但是就是進入的媒介 跟進入的障礙變低了 所以他比較容易做出 五花八門的各種宣傳方式 以前一個人要在電視上打廣告 那要花多少錢 對 而且方式也比較單一 我覺得這是跟科技媒體 還有現在受眾群眾 就譬如說你的受眾群眾 是在於都在使用行動通訊的人 你可能就不用打電視廣告 他選擇就多樣性了 最大的改變應該是在這裡 對 其實行銷策略跟打法上面 會跟以前截然不同 而且更複雜還多元 而且不只是傳統媒體了 對 新媒體都要這樣使用 但我們還在走很傳統路線 逼導演跟演員出來 就是好好的宣傳 跟我們聊一個小時這樣 但是沒關係 我們今天是不是能夠 好好說話 而且專業討論 是 對 其實滿開心的 是一個很不同的體驗 而且也請回去把這樣的一個訪問 透過新媒體也可以轉 除了在傳統媒體上面看到 你在你的FB 你的YouTube都可以看得到 那回過頭來就是 你看到的是台劇現在 哇 風起雲湧 可能看似是一個浪潮 那在職人的這個職人劇當中 其實我們也透過了導演 創作者跟演員 我們可以經歷了不同的職業人生 我們都很樂見在台灣的影視音 文創產業當中 我們有不斷的這個新的案子推陳出新 然後讓所有的觀眾朋友 都能夠好好好好的享受 很開心今天呢 導演 林立書導演 跟丞翰來到我們的現場 接受我們的訪問 而且我們真的是不是一個 好好討論 好好說話專業討論的節目 而且剛剛一開始導演還說 今天就交給丞翰囉 全部都給你給你給你 然後我們逼導演講超多話的 我們就是誘發他心中 真的很想好好說話的那個靈魂 謝謝 很開心 那也希望大家繼續收看娛樂鄉民 更重要的是什麼事呢 不管在臉書 IG或是Youtube頻道 你就可以搜尋娛樂鄉民 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囉 謝謝收看 掰掰 謝謝 謝謝謝謝導演 謝謝陳翰 很開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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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